我就在一個 置物就是一個 返貨公司的置物箱裡面 然後我就塞滿 我其實還滿浪漫的 那哪會有跟男友 不想寫情書 我期待那個別人寫給我 你有寫情書別人寫嗎 寫一個男友過當然有 我follow一下這個 那妳的題書的風格是 譬如說那種詩句 或者是歌詞錄像 只是要看那一位男友的風格是什麼 我會因為 我曾經有寫過 以前的男友 每天會噴自己喜歡的香水 我沒有想那麼多 我只是覺得拿到的時候 那個味道很舒服 是一個浪漫的嗎 那其實還滿浪漫的 我就在一個置物 就是一個 返貨公司的置物箱裡面 然後我就塞滿了那種 兒童的塑膠球 然後裡面是一個 他最喜歡的禮物 然後把他關起來 然後我就拿了一把鑰匙給他 可是我完全沒有告訴他 那個是什麼鑰匙 可是他很快就找到了 最值得透露 以前的浪漫 不能透露懈帶的浪漫 是 我只能做到 我只要有小玻璃 我只能做到 然後就把你操作